八个战区如果要翻盘的话 恐怕被民进党视为是最有机会的 就是士林大同区了 这回参选的人是姚文志 他一点也不敢大意 除了亲自扫结拜票之外 今天去登记参选 还加码打出了正妹牌 找来正妹助选员打扮成女罗宾汉 就搭小英罗宾汉的话题 希望能够听人气 女的罗宾汉 而且有弓箭的罗宾汉 来 今天也来陪同我登记 绿色帽子绿上衣 女罗宾汉整身禁装 民进党立委参选姚文志 登记墙曝光找来正妹变装助阵 下午转战街头 女罗宾汉变身小秘书 陪参选贴身拜票 大眼甜美的脸蛋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他叫蒋姓生72年次 大方不确场 因为过去服务业的经历 让他担任助选团得心应收 因为我都是做服务业 所以我很容易跟人群接触这样 不只是正妹助选员 蒋庆生其实也是一个孩子的辣妈了 不过身材保持得很好 刮死脸的外形 更被说像极了蝴蝶姐姐 像哪个艺人 还说有没有人跟你讲过 应该是有人说像蝴蝶姐姐 可是我觉得不像 因为我不会飞 其实选民结构上被视为 绿营叫战上风的台北市 大同市邻居 姚文志依旧不敢掉以轻心 搭乘小英的女罗宾汉花蹄 美女吸睛也期盼冲出更多支持 三内新闻吴文昌 蔡清云台北报